你好,我是黄永明 自2017年起,我在微信公众号北美绝今与大家分享了大量与美国房地产投资和财富有关的知识和信息 我拍摄了很多很多视频 在今天看来,也许其中一些视频的画质差强人意 但他们的内容是并不过时的 他们仍然能够给你带来很多很多的价值 接下来你看 今天我想给你讲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关于美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富一代范德堡 这位人物生活在19世纪的美国 他的财富来自于哪里呢? 来自于交通运输行业 起初他在纽约港搞运输 运货、运人 后来呢,他的生意扩展到在美国的东海岸和西海岸之间搞运输 再到后来,他的运输工具从船只扩展到火车 总之,生意越做越大 蒸蒸日上,他的财富也积累的越来越多 可以说一度是富可敌国 这个话一点不夸张 因为他所拥有的财富超过了当时美国财政部所拥有的钱 有多少钱呢? 一亿美元 一亿美元在今天听起来好像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数字 但是别忘了,那是19世纪的一亿美元 换算成今天的钱的话 大约相当于两千亿美元 是不是又特别多了呢? 那么范德堡把他这些钱拿去干嘛了? 他捐建了一所大学 就是今天著名的范德堡大学 那么他有95%的财产 直接传给了他的儿子 那他的儿子后来表现如何呢? 一开始还是很不错的 在九年的时间当中 他就把他父亲交给他的财富翻了背 但是这是范德堡家族最后的辉煌 从此之后就开始江河日下了 他的后代们开始挥霍这些财富 最多的时候后代们在美国各地兴建了十座豪宅 又多豪啊? 那就真的每一座都跟宫殿似的 到1947年的时候 这十座豪宅已经不复存在 全部被推倒了 范德堡家族的财富也不复存在了 实际上仅仅在范德堡去世之后 第48年的时候 他的一名后人就在贫困中去世了 范德堡在离世之前说了一句话 说Keep the money together 要把钱聚在一起 不要把财给散掉了 但是很遗憾 他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他所积累的巨大财富很快就被散掉了 今天讲的第二个故事 主人公是洛克菲勒 这个人物是美国历史上最富有的人 大家知道他的财富来自于石油行业 顶峰的时候 他的生意影响到了美国90%的石油交易 他最多的时候拥有多少钱呢 按照今天的美元来计算 大概在2430亿美元到3410亿美元之间 那他的后人又做得如何呢 到今天洛克菲勒家族已经六代了 他的家族办公室管理着超过100亿美元的资产 有大概150名后人每一年 是从家族办公室那里获得利息收入的 看起来他的家族仍然是繁荣的 而且将会继续繁荣下去 讲到这里 你的脑海当中很可能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同样是富一代 他们的后人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什么是洛克菲勒做对的地方 什么又是范德堡做错的地方呢 非常好的问题 这就是你把钱留给后代和把机会留给后代的差别 作为富一代 不管你积累了多少财富 就像范德堡那样也好 但是如果你仅仅是把钱留给后代的话 那真的是经不起败的 很快这些钱就会被后代败光 你需要留给他们的不是金钱 你需要留给他们的是机会 这也引出了今天我想讲的第三个故事 我在美国认识一名非常成功的房地产投资者 他每年的收入超过500万美元 他的资产超过6000万美元 那么他打算怎么样把这些资产 把这些财富传给他的儿子 传给他的孩子呢 他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把这些财富放在一个信托里面 那么将来他的孩子是可以从信托里面领钱的 但是是有非常具体的限制的 并不是说你想动多少钱就动多少钱的 实际上他这个信托规定了 他的孩子呢 每年你只要拿身份证件来 拿着驾照或者是其他的身份证件 你就能够领1000美元的现金 但是你想拿更多 对不起 你动不了 除非你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 你拿着你报税的那个表 你给办公室的人看 你看 我过去一年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了 好 那恭喜你 你现在可以动你父亲留下的资产了 那这个100万的标准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比如说过了10年以后 这个标准可能就不是100万美元 而是170万美元了 它是水涨船高的一个过程 为什么这位哥们要做这样的设计呢 这背后的逻辑就是 如果孩子能够白手起家 做到年收入超过百万的话 那么他显然已经具备了一种能力 就是创造和管理财富的能力 在这种时候 他就能够去很好的管理父亲留下来的财富了 这就是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三个故事 我将连续用三集的视频来谈一谈财富管理的话题 今天我们看到了正确的做法和错误的做法之间 能够带来多大的差异 在下一集视频当中 我会跟你谈一谈 为什么你应该规划200到300年 希望这些内容给你带来了帮助 让你得到了一定的启发 获得了一些新知 如果你想继续这样的学习 获得更详细的指导 最好的方法当然是访问我的会员网站 用明u.com 在这里我本人和其他的专家会以最详尽的方式 一步一步指导你如何投资美国房地产 建立被动收入 达成财务自由 保存你的财富 乃至对财富做代际的传承 以及如何避税 如何获得美国身份 等等所有这些跟钱和财富有关的知识 你都能够在这里获得最详细的和有经验的指导 那么你还在等什么呢 今天就访问永明u.com 我期待在那里见到你 这一会儿